开箱好简单 这个也好玩 中少儿玩之上 同学们都在干嘛 喜欢玩啥 LoloTV搜一搜 Bingo 各位同学 我们上课了 又要上课了 哎呦 又要上课了 好 我们一起玩游戏 考记忆 考反应 好不好 好 一下又上课 一下又玩游戏 还考记忆 练反应 这什么跟什么呀 很长的文章给你 是关于马老师的 学历了 我的背景了 会不会记得好呢 几千字的文字介绍 谁能一下子记得住啊 不过 马老师演示了一种 非常有趣 又很简单的记忆方法 阿门阿门 你可叫我 俏文谐音字 俏文谐音字 你们发现了吗 原来马老师把又长又臭的文字介绍 变成了一些树状图 在分支上才用图片 谐音字代替了文字 不过到底这些树状图有什么来头呢 有一套叫思维道图 英文叫mind map的方法 其实它是可以训练我们的小朋友的左右脑的协调 例如我们要记长篇大论的课文 这个思维道图可以运用右脑的一个图像 和色彩不同的功能 去帮助我们左脑本身 是比较弱一点的文字记忆 可以帮助小朋友左右脑共用 一起去学习 那么效果就会事半功倍了 原来这些都是思维道图 我们的左脑主要负责文字的记忆 右脑就负责图像的记忆 把文字和图像结合起来记忆 是不是真的是半功倍了呢 我的别名是什么 俏文老师 我喜欢吃什么东西 冰淇淋 冰淇淋 巧克力 橘子 橘子 橘子还有呢 榴莲 哇 太棒了 掌声鼓励 考过记忆 马老师又有新玩意儿了 左手锤 然后右手磨 这个磨拳擦掌的游戏 练的是反应 开发左右脑的潜能 让我们更敏捷 更聪明 太好了 上课再玩 原来上课也可以这么好玩的 偷偷得知五一劳动节免费上课 你也赶快去bug头位吧